快為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彩金耀耀的抽6萬大獎 房市景氣低迷 像是北市8月的移轉動數之中 1945戶創下16年來 同期新低 不只北市六都8月房市交易量 同樣年減18.3% 房市也進入盤整期 更傳出了建商 出現斷頭危機 根據房仲調查 台北市蛋黃區房價 跌幅甚至還超越蛋白區 像是松山區跌幅達12.8% 而大安區也降了7.9% 打破蛋黃區藉有的保值印象 但就在這時 台北市卻宣布要調降囤房稅 為什麼建商可以 一般的老百姓 或者一般的投資客 他賣房子 他就不可以有一年的優惠 既然銷售產西西 也讓北市決定放寬囤屋稅 市政會議通過修正 建商一年內 為賣出房子的房子稅率 將有3.6%降為2% 被認為是為建商開小門 獨厚建商 因為從央行上個月13號 宣布放寬房貸管制措施後 已經被視為是政補打房 鬆手的第一步 緊接著北市財政局 這個月8號深夜 也發出新聞稿 宣布調降房屋稅 讓不少市民大感不滿 民眾原本期待房價 鬆動後有機會買房 但囤房稅調降消息一出 讓不少人感到晴天霹雳 畢竟高房價造成民眾很大的壓力 政府的打房政策也備受關注 謝謝劉楊很長配 台北不到